七十一 太陽報 清英會 中日東海遊戲爭議 2015年7月27日自由港A28清英會莫建榮中日兩國相隔東海 近年因釣魚島和相關海域主權問題發生爭議 在這一帶海域上有公務船甚至軍機對峙 有拆槍走火的危險 現時中國公務船巡邏釣魚島周邊海域成為常態任務 這一來可保障中國漁船在此作業攀傳 二來是為了宣示主權 中國是世界工廠和第二大經濟體 對遊戲等天然資源需求恩切 開發大陸假想的遊戲資源成為重要國家戰略 隨傳、採技術提升 開採地點逐漸由近暗袖向遠海 近年在東海開發的春曉和附近的平湖、斷橋、天外天等遊戲田 是目前中國最大的海上遊戲田 與中國大陸距離300公里以上 這些遊戲田比較接近日本聲稱的中日海上中間分界線 雖然在落在分界線中國的一則 日本擔心所謂的紅級效應會把一方一值的遊戲資源抽走 最近更發布相關遊戲田相片並抗議 事實上,任何國家都有權開採主權海域的遊戲資源 況且這些遊戲田是在並無爭議的中方一則 另外,中國不同意日本以中間線劃分東海分界的做法 因為中國是大陸國而日本是島國 這樣劃分對日本較有利 中國主張以大陸界與琉球群島間的海曹作天然地質分界 中日早年爭在東海遊戲田問題上達成共識 協議合作共同開發 唯一直未有落實執行 當時國人不明白為何已成功開採的遊戲田要讓日方分一杯羹 分析指這是讓利行動 目的是和當時對華友好的福田政府建立良好關係 以進一步拉擁日本排除美國在亞洲的勢力 後來日本政府內閣更替和逐漸又傾 而美國實施重返亞太戰略以及美日同盟鞏固 中日合作開採東海遊戲田就缺乏政治基礎實施 領導臨 除市場 中日 我們 一 感谢观看